台北市中山区林森北路一间旅馆内,本月11日发生一起持刀抢夺案,绰号花上的诗姓男子24岁与有人跑到一间已经歇业的旅馆包厢,殴打蔡姓男子25岁后,抢走他身上二两重的一条黄金项链,警方获报成立专案小组,前天傍晚在新北泰山区居提诗贤盗案,诗变称项链是对方自愿给的,警方续后依强盗, 伤害罪嫌将诗移送法办,并持续追查再讨有人,警方调查,蔡南报案时指出,月初他与朋友在旅馆内谈事情,却遭突然闯入的诗男等人抢抢金项链并殴打,新数日追查,警方前天在新北一处民宅居提诗男道案,破门时,诗还以为有仇家上门,即扣卡尔朋友来接应,警方将他压制,告知电话不许接,要求诗男乖乖配合, 诗则反问我怎么了,我怎么了,诗男道案后公称,当天应朋友邀约前往这间未营业的旅馆,在大厅见到有人与女友吵架,调解纷争后,进到包厢却听到有人喊输赢啦, 以为有人要对朋友不利,即进入包厢殴打菜男,并持刀恐吓,但否认抢黄金项链,是他自愿给我的,警方不采信师的说辞,依法将他送办,并将持续追查当天在场有人与共犯,突发中心,台北报道警方依强盗,伤害最嫌将施男送办,警方提供抢当好评 请友谊会员快注册免收费,不注册会后悔,快点我注册https冒号双斜杠-tw.adai.ly-ml924upcsu关键字强调金项链伤害下载台湾苹果日报APP有话要说投稿及时论坛